我们这个在我们中国这个爆发这个新兴的冠状 冠状性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染性的话 是非常不幸的对我们中国 在对加拿大的这个华人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特别是也是非常关心的 也有一些担心的这个问题 包括就是作为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 这个public health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措施啊 还有我们现在就包括现在的就是说 我们切身的就是说我们怎样 用不用这么惊慌 用不用这么用不用这个就是说 这个对现在的疫情是怎么样的一个了解 所以呢我经常最近这几天呢 特别是来到东伦多以后呢 也经常会跟各样各种社团啊 还有包括个人啊这个这个媒体界呢 也会有一些讨论 有一位一些这个讨论 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积极的就是参加 支援我们国内啊这个抗疫的活动 进我们啊就是抗这个抗抗疫的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忙作为一个药业 还有作为这个社团的一份子吧 这个华人的这个议员吧 我们也是积极的就是啊就是从防御的 还有这个尽量的比如说给国内的就是捐献啊 去找资源啊就现在就是口罩啊 这些医院用的医线人员用的这些防护服啊 还有一点呢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我呢是在这个领域的带领我们的这个科研团队呢 也是在加拿大后也是在特别是在抗流感啊 还有通过免疫增强去抗抗病毒的话呢 也是有从治新药啊还有对这个这个身体的这个这个这个免疫方面的研究呢 也是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 所以呢也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啊 所以呢特别是我们也经过了一些就是说啊啊 我们都经过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轻流感爆发的时候 H1N1的时候还有更前面一点的这个SARS的时候 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啊也经经历过这样啊比较相似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过程吧所以呢就是啊我想呢就借这个机会呢 就是说如果跟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啊 我可以从专业的角度上尽我的可能呢啊如果能做着跟大家解答一点啊啊 经常有一些常用的这个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话我们华人啊 啊特别是在加拿大在在多恩多啊啊需不需要啊啊 啊 concern 当然是需要concern的我们也好像有发现了啊啊几例 啊对吧在多恩多在温哥华也好像也发现了几例啊 啊这些呢就是说从控制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啊还是啊我作为个人来说 我还是觉得比较安心的啊就是说通过这个我们在啊特别是在加拿大的就是每年因为政府呢也做的比较到位啊 啊怎么预防流感的那方面实际上的这个从大致来说的他的这个防御的措施呢是很相似的啊 啊包括教育大家每年从10月份开始啊我们就注意咱们啊啊这个流感呢实际上现在好像啊很多数据大家可能也啊啊啊老百姓来说我们不是很清楚 实际上呢我们每年呢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public health的issue啊啊实际上我们流感呢我们就单单的从比如说致死力啊还有这个传染力的话啊啊从加拿大跟美国的啊啊这个数据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就是CDC的话就是对他是对啊每年开始他有一个systematic的对大家公布的啊啊实际上他这个数字呢也是比较啊啊惊人的啊如果大家听的话比如说美国的话上个礼拜就最新的话他实际上这个啊啊 啊比如说流感的这个确认的啊啊就是说已经已经已经是19 million就是1900万啊啊然后住院的话是啊1818万人啊然后死亡率的话是1万人啊啊这样听上去也是蛮可怕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加拿大的话也是如此对吧加拿大的话你一般都是按人口比例的话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啊所以呢我们大家也听说了就是可能就是包括在媒体界啊我们这个啊美国的还有加拿大 这个最大的这个医疗最高的这个医疗包括政府的官员啊就是一个就是安慰大家不要惊恐对吧我们这个有很好的防御的这个措施然后然后还甚至就是说实际上咱们更应该注重流感流感的所造成的这个这个健康的这个危害啊造成的甚至这是在加拿大跟美国的情况啊但是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冠状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它是个新的啊最害怕的话呢为什么会这么恐慌 啊会持续多久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实在的这些很多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啊都在做努力啊我们科研界的啊这科研界的分的也很细对吧这我们在中国的话一时一时的话发表的比如说这个啊我觉得中国科学家也是很了不起的啊包括我就是我从片面就是说我们从他们就是啊现在到目前为止啊所做出的那些突破 很快的时间来比如说就啊发现是什么样的病毒啊这个基因测序啊把这些这个病毒的这个方面的这个这个消息的话一时的公开了这是个很大的一个一个突破啊但是呢有一点的话呢就希望呢就是说一般的话都是啊怎么说呢就是啊就是一个是一个teamwork啊对吧有有专门是攻克病毒的也有啊特别对我们是应该把public health的这个是作为一个啊主要的priority 啊就是啊就是一时的话就应该是和这个啊比如说我们是teamwork的话有这个啊各个方面的专家不管不仅仅是病毒的还有这个啊这个传染病的啊infectious disease的这个传染病学的专家还有临床的他们是一线的跟这个临床的这个专家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呼吸道感染的这个啊这个专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是流行病啊流行病的 这个专家的这个专家啊一起去啊共同的作战啊给大家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啊systematical有一个全面的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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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然后在一线的话救死扶伤是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啊有啊有了很多就是说在虽然这么短的时间内呢有有欣慰的一点呢实际上从啊科研的角度上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它的特性啊 啊虽然是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我觉得因为有这些突破性的啊发现的话就是啊对我们在加拿大还有在全球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工具就我们就是准备怎么样的预防还有准备怎么样的抗病毒啊大家可能也听说也是我们也是非常欣慰的说现在呢这个新药研究啊因为新药是研究的话是要花时间的啊现在有一些突破性的的话是老药新用的啊有一点点苗头 但是还在实验中啊这也是一个很欣慰的啊甚至我我们也啊也知道也有这个这个专家就是研究疫苗的因为现在对病毒的话有一个了解对吧研究疫苗的这个啊专家呢啊也上来了啊对吧也是这个话就是说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的话我们可能会啊更多的这个数据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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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现出来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身在加拿大的这个华人呢就是说啊我个人的觉得的话呢是不必的 啊就是这种啊就是政府的因为这种啊我们经过几次这个全球的啊这个pandemic的这个issue的话啊他的这个组织的就是政府的这个public health的这个啊他们的那个能力领导的能力还有这个啊这个医护人员的前线的医护人员啊甚至是这个scientific这个这个这个科研界的话啊力量还是还是可以的在加拿大的啊我觉得我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理性的啊就是很理性的啊 就是说啊去对待啊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呢就是啊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话我们还是一个高峰期间对吧现在的话二月份吧啊根据我们的经验的话从流感的经验来说二月份呢是一个啊高发的高峰的季节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场战争呢可能啊因为是未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要多长的时间啊但是就是说我们能尽力的话从怎么个预防而怎么个防 啊这个方面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大家就是共同的的话应该一起的啊协力啊去啊去去去去去面对这个问题 加拿大政府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一个就是说啊啊啊啊一时间呢要跟大家的就是啊啊啊啊就是opening就是开诚布公的要啊啊要跟public 其实很多恐慌的话都是因为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啊啊就是说作为一个就是从政府的角度因为我不能代表政府 啊我只是一个啊我只是一个啊我只是一个科研人员是做我们BioTech的一个一个企业的啊这个在在我们这个领域啊这个在在我们这个领域啊但是呢就是说啊从从从政府的角度上从从从一个我们的要求的话就是说要大家要及时的这个政府应该及时的啊啊这个坦诚的啊这个坦诚的跟大家就是交流啊每天就是公布一些这个啊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吧包括这个疫情的这个这个这个发展的这个啊就是教育就是教育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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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政府呢也实际上也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如果啊教育而且教育我们广大的居民的话呢就是很多资源实际上很多信息呢啊啊是available的也是是有的对吧就是包括有有一个这个这个我是建议我们大家呢注意的话 啊在加拿大的话它叫FluWatch啊这个Canada.ca啊这个Canada.ca它是这个官方它从10月份到5月份每个星期它都要公布比如说流感啊就是这个呼吸道的不仅仅是流感嘛就是呼吸道的这个啊这个这个感染性的这个这个数据啊有几个数据它啊比如说它是感染率有多少啊多少人感染了啊然后Keep Tracking它是这个住院的有多少死亡的有多少然后到哪个省了到哪个市了啊 啊它这个是很有详细的然后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报道的话它会有啊也会啊这个检测就是什么样的病毒啊就比如说它流感它有流感性的病毒普通感冒有普通感冒的病毒它也有这个措施监视有一些新型的的病毒的发生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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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的话呢啊都是都是公开的啊如果大家的话有有兴趣的啊不是说我就建议大家就是啊叫那个在加拿大的 我们叫FluWatch.ca啊在美国的话它是那个美国疾控中心的CDC的它的啊CDC啊我记不大清的就CDC的话你如果typeCDC啊这个FluView在美国它叫FluView啊这样的具体的数字的话实际上都有的啊所以这个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依赖政府就是啊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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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还有呢从防护防御的来说呢啊比如我就用流感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例子对吧 啊鼓励大家啊啊一定要去打Vaccine就是有疫苗流感因为有疫苗每年的话我们必须从10月份开始啊就应该啊鼓励这个我们的居民啊就是说啊在一线的这个啊一线的这个这个医护人员呢的话甚至他是mendatory他说必须就要打疫苗的啊然后呢就是经过这个public的education的话教育大家就是说最简单的这个还最有效的这个防范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措施呢就是说减少对这个病毒的 减少这个接触比如说采取一些措施吧包括我们啊在过去几十年就说比如说啊这些啊戴口罩戴口罩的话倒是不鼓励啊在在在在加拿大就说啊咳嗽啊发烧啊如果有咳嗽的现象如果有这种啊流感或者感冒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你咳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打pandy的时候要cover the mousecovercover the mouse and nose就是说把嘴巴鼻子都捂上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防止这个病毒 传播的啊一个一个一个手段还有一个要勤洗手对吧如果在人群当中的话勤洗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这些小事情实际实际上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是啊是一定要有这种意识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的话呢就是说啊如果有感染或者是有病的话大家尽量不要去上班呆在家里这个就是隔离嘛就是本身的就是隔离一个是对自己的负责任对吧你这个工作效率也不会很高的你更重要的一点 你会传染给别人的啊你会传染给别人的所以呢这个是个各行各业不是说个人的这个包括这个政府啊还有包括我们就是说啊雇主啊就是说比如说公司的一些雇主啊都要意识到因为有员工如果有这种啊虽然是很清醒的我们都应该鼓励他们待在家里面啊这样的话就是对社会的负责任吧这个不是说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任啊我觉得这变成了一个这种啊甚至是就是说 我们老说这个可能是变成一种社会道德的啊这种啊这啊这必须要做到的啊所以呢就是这这些就是有利的这些就是非常有利的那个防御的手段但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也没有什么很很有效的药也没有疫苗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实际上这个病毒的话是经常会变异的啊就是时不时的会出现变异的话就变成一种啊这种致死的对吧我们经过SARS也经过这个禽流感 实际上都是变异出来的啊这个这个防范的话就是说是每年每天的事不是说就是等等这个新型这个病毒爆发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这种的印这种很慌张的去应对的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从从一个就是说业类的人啊这个这个业类的这个人士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的每年的这个就是是流感病毒他也会有变异的他都会不是说一模一样 所以的话这个这种科普的这种知识的话我觉得这个政府啊包括我们这个科学界的啊科学界的这个人员的话啊有责任给我们跟我们这个居民啊给我们啊这个广大的这个大众呢去去交流所以呢就是说我刚刚说的一些防御的这些措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怎么样增加我们都知道的现在的话很多报道说治愈的很多就是说好的大部分也是靠的自己的免疫系统 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增加自己的抵抗能力的话啊是你自己能做到的对吧尽量的话就是说啊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大家有知道的吧这个免疫系统的话通过这个营养啊通过这个通过这个exercise啊就是食堂的运动啊啊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大家一定意识到其实免疫系统的话对身心的这个这个健康的就是说身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就是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啊很stressful的时候的话其实对免疫系统的这个depress是很depress的这些都有科研数据啊去证明的啊就像特别是你像如果要是大家恐慌啊如果是就是非理性的去啊就是就是惊慌的啊去实际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有一些啊听说也有一些很不幸的有一些年轻的啊 啊年轻的这个一线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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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医护人员的话也有一些啊也有一些啊我们叫牺牲的啊这个的话因为年轻的也可以想象而知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猜测的话很多对吧过度的劳累啊啊啊还有这个因为是暴露就是说这个近距离的暴露啊这个近距离的接触这个病原体很强的这个都有很多的因素 但是从我们居民来说的话从广道的老百姓来说的话啊一定要就是说除了这个就是从外部的就是抗拒他的这个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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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病原的话一定就是说本身的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对吧我们做新药的都知道没这花时间的即使说有些有些说有临床在做实验临床实验的话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所以的话要救命的话啊一时间的对新型的这个病毒的话 还是靠你自身的免疫力通过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相信的这个医疗加拿大的医疗系统的话还是啊非常的就是说在比较先进的啊这个医疗的这个特别是对这个应对这个啊这种爆发性的这个传染病的这个能力的话通过这个禽流感还有这个冠染啊这个SARS的时候啊这个的话我就是啊我是我本人的话还是有信心的对这个我们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医疗系统还是有信心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